黃一騎士手拿鐵釘面對旁人出身阻止 讓他不要亂丟 從耳不聞 騎車離開 這是今年五月民眾在高雄小港 直擊灑釘怪客的畫面 當時這名成姓男子 被警方依妨害公眾往來安全最開罰 一千兩百元到兩千四百元 沒想到幾個月後 這個人又顧台附盟 我一大碰沒有 跟他在路上有一個車 虎鍋店業者拿著自製鐵釘收集器 沿路尋找 原來鐵釘怪客版圖從小港擴張到陵圓 店家說幾乎天天都會發現 還有居民秀出收集到的鐵釘至少60隻 許多陵圓網友也PO照片抱怨 機車輪胎因此被刺破 男子從小港區的沿海一路 一路撒鐵釘撒到陵圓區的沿海四路 路程將近10公里 當地居民說每次都是看他早上上班時間出沒 懷疑這也是他上班的必經路程 所必一名特定對象來進行調查 我們已經朝涉嫌觸犯刑法 妨害工作網的安全罪方向來偵辦 民眾指證立立就是先前小港證明機車有白色箱子的中年男子 警方也將傳喚他到案 但如果只是罰錢 賀阻力恐怕有限 就怕鐵釘怪客發不怕 繼續作亂 繼續為雷清頓捷採訪報導 不知其為雷清頓捷採訪 不知乎 無創共 多間